再來關心日本股市接連創下33年的新高 成為今年全球表現最佳的主要市場 日本的經濟雖然脾氣太來 很有機會擺脫通貨緊縮 但是人口老化的結構性問題 依然是有待解決 而在同一時間 日本央行開始要評估調整 具備高度刺激性的超寬鬆貨幣政策 要跟進美國聯準會等主要央行的腳步 要處分手中的日本公債 以及日股ETF等等的資產 日本的在野黨脑海當中 就浮現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建議日銀直接將手中的ETF股票 轉讓給財務省 配發給日本年輕的一代 一次解決QE量化寬鬆退場 還有財富重分配的問題 日本的財務大臣林木俊一 日前回應這項提議 表示財務省能不能依帳面價值 承接日銀的ETF資產 還需要再做深入的研究 但是提案的消息傳出 一度造成了日股前兩個交易日震盪 因為日銀為了刺激經濟 擺脫通縮 透過直化量化寬鬆政策 買進了大量日股的ETF 為市場注入資金 如今他們握有了一半以上的日股ETF 一旦反向處分 勢必跟美國聯準會當初啟動 縮表一樣會影響市場的流動性 衝擊股市下跌 而根據摩根達通估計 日銀的ETF資產太過龐踏 市場現在高度依賴日銀 如果想要以不衝擊市場的速度緩慢出售 日銀的ETF資產 需要一百五十年才有辦法完成處分 另外一方面 日本六十歲以上的人口 持有百分之六十的家戶資產 年輕世代卻是整日窮忙 喘不過氣來 成家生育的意願更加低落 人口老化更加惡性循環 日本政治圈於是有了 送年輕人ETF的想法 財富重新分配 雖然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提出的主要政見之一 但是這一項提案太過大膽 對於社會 市場 還有國際金融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釋法性 公平性 還有道德問題 也都是有待商榷 還有在日本社會內部進一步的討論 不過確實不失為一個 很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反映出日本逐步步出了低潮 財信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 認為日本經濟要再度起飛了 反倒是中國 步上了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後塵 很可能會成為下一波經濟風炮的中心 直言日本走過失落的三十年 長期停滯的經濟要反轉了 看看這一週日股表現 週一日經指數正式站上三萬兩千兩百點 直上連漲兩天 六月八號週四指數微幅下跌 百分之零點八五 收債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一點 受惠日元貶值 海外資產持續破紀錄 也讓日本海外淨資產創歷史新高 連三十二年高居全球最大債權國 加上吃到美中台地緣正值紅利 就連巴菲特日前也坦言加碼投資日本 日本經歷反轉頹勢 反觀中國解封後 經濟不見起色 接連爆出房地產危機 加上失業率飆高 外資還紛紛撤離 讓謝金河大膽預測 恐怕引爆下一波經濟危機 如果你在國際上不斷地去訴求戰狼外交 那我相信中國經濟後面的發展 它的下滑速度會出乎大家醫療之外 我相信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 或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下一場的經濟風暴很可能會出現在中國 國際局勢風水輪轉 身為亞洲兩大經濟林投揚 中國日本經濟地位互有消長 就看台灣如何在夾縫中取得利機 即興吳雅廷 陳振峰 採訪報導